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今天咱妈出去了 要不咱俩出去吃火锅 好啊 我早就谈火锅了 我现在就去 哎那个 我们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花完了 那怎么办呀 没事老妈的胖没带走 啊 这边拿几百不就好 干嘛 老妈 我给你帮你的钱了 准备给你放几百来着 女婿 我们两个支持火锅 你躲在家里呆着吧 哎呦你吧 哈哈哈哈